我在洗澡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有人默默的靠近你 假設這是嘴巴 然後就會這樣子啊 好啊你也行啊 有種把我忘的一個安靜 我可以啊 反正等我上浪了之後 我要找一個比你好 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的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傳播第五 我最近認識了一個 嗯對可愛的男生 然後他還跟劉稻璇演了BL短緝 對我們今天主題就是要聊可愛 然後他現在一直在旁邊 一直乍方那個可愛公布 我快受不了了 歡迎杰莉 嗨大家好我是杰莉 通常來賓來就說 欸我拿個抱枕 抱一下之類的 他剛剛跟我說 那我可以抱恐龍嗎 恐龍可愛啊 你看超可愛的 這時候會有特效吧 會有音效 沒有這時候會全面安靜 為什麼要叫不要這樣啊 對不起啦 你從小就這樣子嗎 等一下 我現在必須重新確認一下 這樣子是怎樣 我以為我是 善良賢淑大方得起 好第一題 好壞喔怎麼這樣子 你最近吃了學長還吃了兩次對不對 好吃嗎學長 我覺得可以再來第三次 它哪裡最好吃 我覺得這樣問有點荒謬 那你吃了它哪裡 嘴巴算吃對不對 算 胸 還不錯那個觸感 腹肌也不錯 可是屁股還沒摸到耶 喔 對我也沒有摸過他屁股 好想摸他屁股 其實我跟他錄過一個一集 就是一日男友的系列 我有看 對所以我們兩個的關係算是 你是我的表哥 沒關係他的真愛是我 我們還是要宣誓一下吧 你宣誓主權是不是 對啊先講先贏 為什麼說真愛是你 他對你有特別的好嗎 因為我們 破音 破音 因為我們拍了兩集啊 對 你剛剛那兩集 有那個煙酒嗓 沒有 你有兩集嗎 沒有 只要一集 你願意跟他拍第二集嗎 不願意因為他太笨了 啊 沒有我公開羞辱過他是還好 而且你們 我有看 我有看你那一段影片 我的寶貝寶貝 給你一點甜甜 讓你今天的好眠 好 I 還自己cue 我自己爬山 我背你 我不想要跟你爬 我自己爬 我對他的反應很正常吧 是一般人類該有的反應吧 那你有吃了他哪裡 影片沒有播 我們有一次去泡溫泉 然後 我忘記什麼事情他親了我 他說我的嘴唇看起來很好親 還好 我覺得是因為我的嘴唇好親 所以他才會一直願意親 我要問第二集 OK 是有多好親看起來很普通的嘴唇啊 很鮮嫩 這什麼聲音 很鮮嫩 who told you 喝了酒會更鮮嫩 他會帶了一點 迷茫迷茫的色香味俱全 好 這眼神的問題不是唇感吧 我們是用嘴唇在演戲的 有這個說法嗎 通常都是用眼神在演戲 才用嘴唇在演戲的 我們是一個專業的導演 都會說來 嘴唇給我多一點戲 我是專業導演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嘴唇給我多一點戲 不要親我的恐龍 不可以親嗎 可以啦 他蠻可愛的 而且你看他剛剛還放在奶頭這裡 他們可能也是需要一點點父愛 好那你跟劉道全拍片有什麼 不為人知小秘密可以抱一下嗎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大男孩 但是他非常的冷 對 超冷的就是他的笑話其實我都不懂耶 完全不明白對不對 就是他會 我其實有聽過他一個笑話是他就說 我問你喔 嗯 老公也演奶奶 外公外婆 哪一個沒有血緣關係 老公啊 然後後來就跟他說 呃好老公 然後他說 嗯對老公 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哈哈哈哈 這時候通常如果是演戲的話 還要再演一些什麼甜蜜啊 不行不行不行 然後劉道全就會自己看他打笑這樣 哈哈哈哈 這樣子就沒了 對 哈哈哈哈 這有戳中我耶 到底誰是藝人 可是就是你有時候會發現他是一個 無意間會丟出很多東西生活樂趣的人 有他會一直丟東西給你讓你砸嗎 就是你會覺得不欺負他好像對不起 對 對 他就是說快來打我的那種感覺 對 我非常享受這個樂趣 畢竟我們是親戚關係 我也是享受這個樂趣 哈哈哈哈 OK 那你在劇中有偷親他 你現實生活中有偷親過嗎 別人嗎 偷親他是沒有 可是偷親別人有 我曾經有一次就是我覺得很浪 我自己覺得很浪漫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就是 那時候我跟我某一個對象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逛街 這樣走走走走走 然後但是因為你知道 總是還是要發起一點點主動的公式 所以走到一半的時候我就突然這樣 欸可以借我一下嗎 然後我就這樣夠了他的肩膀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就說欸我跟你講 這不算偷親 這不算嗎 這是襲擊 但不錯不錯不錯 喔你真的好做喔 你真的好笑在 你真的好可愛喔 我是不見 這不是 偷親要在他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 對 因為你偷親劉道犬是 戲裡面他是不知情啊 喔那我很喜歡在 另一半 沒起床的時候親他的額頭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安全感的事情 你整個把人生當電影在經營 會嗎 會 會 我覺得親耳朵好浪漫喔 你是我見過目前就是數一數二可愛的男生 偏做做的那種 哈哈哈哈 我 Sorry你一直沒有摸好 他要哭了啦 沒事你繼續 因為你在戲裡面可愛力大爆發嘛 你願意現場用可愛攻擊我一下嗎 不要生氣嘛 好啦我們和好了 還是這個可以讓我帶回家 好嗎 好啦 好 最愛你了 你是個很容易出賣自己靈魂的人對不對 對你怎麼是出賣靈魂 居然沒有被考到 哈哈哈哈 你怎麼會是出賣靈魂我覺得你這樣太過分了 你不能這樣妄自菲薄喔 所以你現在哭哭要生氣了嗎 你難過哭哭 不會啦 他們在 有他們便宜就好了 還有你啊 啊 好 可以嗎 完全我無法吵架真的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喜歡這一款 沒有欸 銷售不出去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太可愛了 可能 還是大家覺得我太矮啊 因為我本人蠻矮的 就是個 小隻男孩 不會矮的很有市場啊 你16幾 欸你怎麼可以問那麼坦白 167 就是我們 好 167 結案 對啦 OK很棒啊 因為我才168 可是就是站起來比較高 感覺就 熊啾啾氣洋洋 感覺就不一樣 欸他會痛 我要問下一題了 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看你的表演 一直想到 二座劇指吻的鄉情 會嗎 很像 我以為是植樹耶 沒有你沒有植樹的Fu 你就是鄉情啊 我就是 又傻又笨又天真可愛 高大威猛帥氣凌風 好我們來對一下台詞 就是我們來演 像 Action 好啊你很行啊 有種把我忘得一乾二淨 我可以啊 反正等我笑到她了之後 我要找一個比你好 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的人 你不懂啦 撿起來 給我 好啦不要生氣啦 你 我才不要理你耶 你走開 好那我們繼續放下我 好那你的IG裡面 很多不看鏡頭的假照照片 可以教我們一下如何完成這些壯舉嗎 我覺得第一個你要先找到 好的角度 你覺得好看有自信的角度 我自己是左臉人 所以我就會很喜歡 你左臉是這邊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 像可能 我假設鏡頭在這邊 我可能就會 自己就要說 把它 依照去面對它的鏡頭 所以你要以這邊為之 我就這樣面對它 然後 每個人會有自己習慣笑的方式 但我講真的 笑它是需要練習的 我的笑它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可靠 但那個就是我 你會發現我就是那種 看了你就會很 看了你 你幹嘛 我就說好可愛 就是看了你也會 眼睛也會笑的那一種 因為我很喜歡 就是看到我每個朋友 在我身邊的感覺 那你現在來一個 就是看恐龍的那個自拍 就是不看鏡頭 只看恐龍 我要很多個嗎 五個 要五個喔 好 預備 開始 一 二 三 四 最後一個這邊 五 沒有恐龍 五 這會講話去吧 哈哈哈哈 五了那麼多次還要被罵 好啦是真的蠻可愛的耶 好像很需要 父愛 要哺乳是不是 就是 沒有 他們可能比較喜歡吃腹肌 你有嗎 我有吧 你摸摸看 可是我比較特殊我的 腹肌是假的 我不許 我不許你胡說 好 不然怎麼 不然哪裡特殊 為了體質 只有四塊腹肌 那可以借大家看一下嗎 如果大家 福利福利福利 如果大家不介意傷眼睛的話 因為最近你真的有點胖 哈哈哈哈 不會啦 你的胖就是 還是只有我的一半狀 我可以放恐龍在這邊遮肚肚 好 他翻我白眼 如果你有肚肚的話 他是不是翻我白眼 對啊 因為你沒有肚肚啊 我這邊會有那個疤沒關係 他這個會拆掉 沒關係 拉起來一下就好了 不用脫啦 哇 感謝潔力 施出小小福利 我幫你把你的這個貼 他覺得你好痛 好痛 再來就是我有一點好奇是 你是當海軍陸戰隊喔 對 也太反差了吧 不是說這個身高嗎 還是 不是就是整體的形象 其實那裡有個小故事 那時候我抽到海軍陸戰隊的時候 其實我很淡定 我覺得都是男生沒有進 進去之前都會覺得沒事 然後我 進去之前覺得沒事 對 然後因為 這就好像怪怪的 嗯 然後 然後我媽那時候就陪我去抽 結果 我媽後面大哭欸 她嚇壞了吧 不是因為 二十年前的那個海軍陸戰隊 她其實是比較辛苦的 然後所以我媽就說 怎麼辦 我兒子要去當海軍陸戰隊 她要離開我了 然後我還被大哭 後來其實還好 就我去當兵其實當的蠻開心的 為什麼 我體驗到前所未有的 所有的生活 愉快 愉快 應該 大家最想知道應該是洗澡這件事 對啊 我所有的早餐都洗過 自己一個人的高級浴間 或者是只有推門的那一種 或者是那種可能 呃 一個 一個大的空間 然後沒有隔間 全部都只有蓮蓬頭 然後也有在報告班長裡面看過那一種 就是只有大大池子 然後用搖水的那一種 我全部都洗過 你到底去過幾個基地 怎麼會什麼都洗過 我去過兩個基地 然後 去了三個營區 看過多少雞雞 哈哈 我覺得當面有人看過雞雞 真的不下每一局 但是就是你會知道說 你對他們都不會有反應 因為剃光頭 真的不會有誰是好看的耶 所以你還是注重顏值大於雞雞的人 沒有沒有 心靈大於臉大於身材 你把衣靈放哪裡 衣靈放在小巨蛋啊 哈哈 對吧 好聰明喔 好險我沒有被考到 好會回答 這題好難喔 很難我知道 現在你當兵有任何的厭遇嗎 然後有一個厭遇是 我在洗澡的時候 就是在那一種 只有蓮蓬頭洗澡的時候 可是因為那時候沒什麼人晚上 就突然你會發現有人默默的靠近你 背後嗎 呃沒有 他在比較矮的地方 什麼意思啦 大概就在下半身 他是瀑布前進靠近你 這個什麼畫面 你站著衝掌 登登登登 滑過去 就是我在這樣衝掌 然後你就會突然發現說 欸你知道有人進浴室了 可是你不知道說是誰 但你也不在乎 因為你就在洗頭 那他很矮是不是 還是他蹲下來 這大概是蹲下來的高度 對然後我就稍微被戲弄了一下 怎麼戲弄 就是 假設這是嘴巴 然後就會這樣子啊 碰了一下 兩下 Is he gay? 對 OK,好,那就明白 因為你剛描述的很像鬼片 或是什麼驚悚片 就是下半身有不明生物到靠近 因為很低,或者是小矮人 就是我以為你要講這兩種東西 會嗎?我以為是很浪漫的耶 我們倒帶回去看哪裡浪漫 他講片就不浪漫 所以你會像那個很恐怖的背景音樂 對,我會像恐怖背景音樂 我在洗澡的時候 就突然你會發現有人默默的靠近你 他在比較矮的地方 你知道有人進浴室了嗎? 可是你不知道說是誰,但你也不在 我以為你就是在洗澡 是有跟他發展嗎? 當然是沒有啊 很可怕,我快嚇到快嚇死了 嚇死我了 我就是把他推開到我們還是朋友 我就 你知道,在裡面還是要裝man 可是你妹的班長他對我很好 我自己遇到班長也是對我非常好的那種 可是我在裡面沒有出櫃 因為那時候其實 當兵很久遠 當兵比較久遠 可是因為那時候的班長其實就是 他們其實對這一塊不太熟悉 但我也不會特別去說 我到底喜歡男生喜歡女生 但我就還是會弱有似乎的去跟班長撒嬌 我覺得可愛的人在軍中非常的吃香 我就說班長這個很重耶 我不要 你好意思喔 我說讓他們 我可以去陪你去另外一個嗎 我當兵的時候是 因為你知道菜鳥都睡上鋪嗎 對 我睡下鋪 我睡班長旁邊 為什麼 因為班長對我很好 我當兵第一天進去的時候我是摸黑11點 然後慢慢自己爬上床 而且我被罵 還被學長罵敲了說 那麼大聲幹嘛 直接插撒啦 對對對,因為那個床真的很慌 欸很吵 爬上樓梯你是要捏手捏腳爬上去 菜鳥好可憐 但我睡瞎鋪 因為班長覺得 可能覺得我可愛吧 我有一次曾經被折返跑來幹嘛受傷 然後他就讓我在寢室休息還買飲料給我喝 OK 真的是 只要你吃百油人 我發音是不是不標準 聽得懂 一樣不一樣 一樣不一樣人 好你要幫我上字幕 你不要上錯字幕 好 這有什麼難懂 我是台語人啊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台語 我們可以說台語 所以你在作弊的時候我沒看到大男趴 大男趴 你大男趴是很大叫大男趴 很大機 很大機 十六十七公分 我們不會起床啦 我們的弟弟都不會起床 為什麼 因為你在裡面很無聊 大家都沒有頭髮 很… 很壞 很壞 所以說你沒有興趣 但是我剛早上起來的時候看到人的 弟弟起床很大機 是多大機 這麼大機 你再比一次 這很長耶 這二十公分耶 對我知道 因為我手二十公分 就真的 大家還是會看到 我沒有看過耶 怎麼可能 我是真的 勃起的我沒有看過 可是 傭男的那種也沒有看過 因為裡面就是 他們的雞雞都不好看 傑安傑利的那個軍中生活很無聊 我有一次下基地的時候 真的在帳篷裡面睡覺 然後有人半夜抱著我 在那邊 狂 他是做… 正在做夢 但他長得非常的帥 那他有出來嗎? 沒有 他是可以嗎? No he's not, he's straight 好 他的軍中生活很享受 還是我們下次來專訪一下他的軍中生活 我的軍中生活真的蠻好聽的 我們來做一個軍中特輯 我們好好聊 我們從當兵第一天開始慢慢聊 一定會有很多人去想這件事情 麻煩下面幫我們留言 你當兵遇過什麼樣的狀態 哈哈哈哈 只要射的故事 好 從目的第一頻道 我們下次見 謝謝可愛的傑利 掰掰 If you like this video, like it and share